我一早未吃早餐之前就拉一下二戶 來到工場有時間拉多半小時 如果剛做好二戶,音質更好 更加開心,更加想拉多些 我叫湯文克,今年74歲 我做了16年的傳授工的二戶製作 我大概是19歲的時候開始拉搖 我學木工的年代是六十年代 因為生活的工作繁忙,沒有那麼多時間拉 然後踏到九十年代,更加忙碌碌 因為家庭負擔在我身上 父親家人的三個小孩 最近六十歲我才有時間拉 年輕的時候很喜歡拉搖 找師傅幫我做 但做真的音質不是理想 我就慢慢研究如何改變搖的音質 我便開始有興趣 東城都是11時後來到這裡 做到晚上有時7時多 有時家人的小孩叫他喝茶 開生日會也肯定會 冬季的時候我才做到一批最漂亮的木造 印度小葉子彈 是最漂亮的 可以說是樂器之中的頂級 我們選擇最好的自然桿 最好的木造是經過舊屋窄 那些材料做 這樣就最好 這樣之後就夾起來了 不斷乾 不可以說一個角大一個角小 敲一下就要求每一塊板的音 還有一個聲音出來 按不動的洞 按不乾的洞 一定要很精密的 不可以鬆 鬆了之後那些船會動 還有一個聲音會散出來 不能夠集中 我性格比較開朗一點 開朗一點我都很喜歡 比較快就快一點 都很喜歡的 都有一個活撥的歌曲 隨馬那些就活撥了 這些節奏是很活撥的 又不是要消費錢 又可以享受 自己喜歡拉 又不用花錢 最重要的 能夠一個人在這裡靜靜一點 我真的覺得一種享受 如果有多一個人在這裡 我反而是做不到事 我是集中精神去做 所以我不覺得很悶 我一個人做這些工作 絕對不悶 自己是有一個很強烈的願望 一個夢想 做了真的能夠令到這個禁 在演藝界有一定的地位 可以上了演奏釘那裡演奏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